靖州四驶断秀时 骑在马背上 让那个上了年岁的老兵 牵着马 一起来到了朔方军大营的园门外 上面说他们提过这朔方指的就是北方 就见着园门外 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将士 胡拉超 一涌而出啊 一见他真是这姓段的 他赶来 这就准备要动武 段秀时坐在马背上 一点没紧张 再看这老兵黑 谱更大了 连眉头都没招 把这几位朔方军 倒给吓着了 怎么呢 就两位 投了千马这个 踮着脚一缺一点过来的 这胆子可不小啊 他们都一愣神 段秀时 好像跟那身边 牵马这老兵在说话 别停着呀 啊 走啊 怕什么怕 他们不会杀你的 杀你这样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兵 何须再穿的盔甲呀 他们杀的是我 我把人头送来 他们也用不着 大张旗鼓 咱们接着往里走 省得他们低着我脑子往里送 我主动到大营里边去受死 这几个当兵都一看 这趋势不小啊 有点被这段秀时 这精震头 这派头 给吓呆了 段秀时 好像是自言自语 实际声音很高 说给众人听啊 你们这些朔方军 所作所为 太令人失望了 难道 是郭尚书 对不起你们吗 难道 是天下都招头 傅元帅 郭子一大将军 对不起你们吗 你们要明白 这样胡闹下去 败坏的 不仅仅是 朔方军的名誉 败坏的 还有郭家的忠义之心啊 传扬出去 知道的是朔方军 军纪不言 不知道的 以为是郭家父子 异于造反 你们要害了郭尚书 害了郭子一大将军吗 说的这些朔方军 开始是撸胳膊挽袖子 本来想上来 就动手打 一听这话 谁也不敢动呢 郭熙 在军营里 听到了宣访 林邦走出大仗 一看这段秀石 他认的呀 不过这会儿 没有招呼 听说了 段秀石杀了自己 十七个兵族 所以这会儿郭熙 特意把这病孔 瞪着眼珠子 面带怒容 段秀石 目光跟郭熙的目光 这么啪 一对接 段秀石 方才的那一份笑容 也没了 横眉冷对 一点儿没有怯懦之感 他看着郭熙 老将军郭子一 为国尽力 平定叛乱 他的功劳 还与天地相比 但也应该 有始有终吧 可是今天 尚书您 放纵不属 为非作歹 长此以往 会出大乱子的 等出了大乱子 天下人都会说 是你尚书郭熙 仗着你的 副元帅爹爹的名望 令郭子一劳将军 声誉扫地 甚至会背上 反叛的罪名 尚书大人 您想过吗 段秀石这几句话 还没说完呢 郭熙就变了模样了 那路荣也去了 红杀也上来了 感觉到羞愧了 连忙紧走两步 倒身跪拜啊 是因为官职的问题吗 不是 是因为这几句话 实在是救命啊 大人的话说得对极了 我郭熙 怎敢忘怀 多谢大人的开导啊 然后他站起身来 看了个身边 撸胳膊晚秀的 还要往上扑那些将士 三角而然 给我听好了 所有人谢去归甲 回迎闭门思过 再敢进城胡闹者 力斩不容 段秀石一看 点点头 等的就是郭熙这句话 什么叫元帅啊 什么叫义君之主啊 郭熙这句话说完 大伙乖乖乖的 都躲进营盘了 这就是元帅的威风 可见在此之前 郭熙从未这样下过令啊 段秀石达到了目的 按说就应该走 但是他看了看这老君 今夜一晚 我们就在营中 讨扰郭熙 郭熙郭大人一宿吧 郭熙是求之不得呀 妥善命着安排老君失宿 特意安排段秀石 跟自己同住一仗 俩人要好好聊聊 这天晚上 郭熙是顶盔挂甲 跟着这段秀石在这聊天 段秀石纳闷啊 上书这是何意啊 我是怕深夜 你我熟睡之后 万一有那个大胆的小儿 敢于拿人头来犯军法 他要杀害先生您 我可背不起罪名 所以我要亲自 为先生守候 郭熙 亲自要保护段秀石的安危 怎能不令段秀石感动啊 小只一里 动之以情沉睡厉害 这就把所有的危险 他是何盘端出 怎么替郭家父子想的 说的郭熙啊 唏嘘不止啊 简直快说哭了 第二天早上 红日出生 段秀石平平安安的 就在北方军军营里 度过了一夜 郭熙点起人马 跟着段秀石 同进宾州城 为什么呀 当面要向白孝德 节度使赔不是啊 表示自己要严格约束 所属部将 如有部法 听平处置 由此看来 这郭熙 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宾州百姓 由此而安居乐业 念念不忘 那位靖州刺史 段秀石的胆量 跟智谋 段秀石 是智勇过人啊 而且这段秀石 忠心耿耿 那是少见的忠臣啊 唐德宗建宗四年 这一年十月 也就是公元七百八十三年 大唐朝又发生一件大事 有一支开往前线的军队 就在都城长安附近 突然发生了滑变 五千多名军士 调过头来攻打长安啊 这是谁指使的呀 是他们的统帅吗 那统帅还真没下这命令 这五千多兵丁 攻打长安 这队伍里边 夹着他们的统帅呢 就是那位靖元节度使 姚令严 姚令严下命令 已经失效了 想劝阻这些兵丁 却被人裹着夹着 冲进了皇宫 把那唐德宗吓坏了 唐德宗带领少数几个嫔妃 皇子皇孙 是匆匆忙忙 苍苍惶惶 有点的皇宫北门就往外逃啊 乱兵们迎来了 久在京师傅贤的另一位将军 叫朱子 做他们的首领 要说这朱子 原先在京师傅贤 但此前领兵带队 那是一个受士兵欢迎的将军 过去就曾经被士兵推举 做过卢龙节度使 后来怎么在京傅贤呢 因为他吃了他弟弟朱涛的挂烙了 他弟弟朱涛是对抗朝廷 诸此自愿入朝担任太尉 什么意思呀 交出兵权 当太尉这是空闲呢 我也放权了 也就没人再怀疑我了吧 就这样一直在京城闲着 他京师一久 他看透了唐王朝实力 也不过如此 早知是这样 当初还不如跟着我弟弟朱涛 一块造反德了呢 反倒滋生了朱子的野心 现在这些乱兵前来攻请 朱子毫不犹豫啊 立即披挂整齐 就在士兵们高举的火把照耀下 他威风凛凛直奔寒元殿 自称全支六军 那就是大元帅 自命为统帅 长安里有很多跟他一样的野心家 有一位光路卿 叫元修啊 元修前年 曾经出使过回河 要说到那个边缘的少数民族 这一路上是历尽艰辛的 可是没想到 回到京城之后 就被封为光路卿 他比小官职 他心中不满 所以现在主动 投靠朱子 他劝这朱子大将军 您光做统帅可不行 您做天下统帅 万民之统帅啊 什么意思 您称帝呀 诸子还真就动心了 原来有一位怀西节度使 叫李忠臣 此刻也复显在京师之中 这人都是这样 穷则思辨是敬酒思动 还有一位叫张光盛的 也自命不凡 认为这是大战身手的好时机 如此一批一批人 纷纷向朱子这劝劲啊 你应该称帝呀 偏偏又有一支 凤翔来的军队 前来投奔 这下朱子有点晕了 这就是那句话 叫历令至昏嘛 都不知道这些人 怎么会这么推崇自己 难道自己就这么高的威望 抑或上天授意 我该当皇帝 打第四天开始 诸此就开始任命各级官员 俨然以皇帝自居的 长安城里呢 由节度使转任贤之的大臣中 还有一位 这位贤臣就是段秀石 要说起段秀石 最初他是名将高先知的部下 当年高先知带领兵马 大败弹罗斯的时候 那是人家段秀石 帮着他收录残兵重整队伍 履历战功 所以他后来做了 靖元州节度使 靖州刺使 三年前因为得罪了朝中的宰相 所以被征回京城 做私农卿 实际兵权就拿下来了 诸此一想 这段秀石也很有威望 利用他的名声 就能在靖元军兵中 取得威望 请派人把段先生给我请来 阿满以为 就像头几位一样 一请就到 所以觉得这个事很轻松 诸此派骑兵去请段秀石 段秀石是闭门不出 骑兵也招了急了 回去没法交代 人家不开门就没进去 踩着这马背要翻墙入院 段秀石吩咐子弟 说国家有难 我不能旁观 应当以死而逊设计 你们赶紧逃命去吧 他们一进来 抓着我一定会杀着你们 你们走吧 这有点在这脱孤留遗言 没有办法 大伙只能看着段秀石 开门赴死 跟着这些当兵的 来见诸此 一个条件 不许伤害我的家人 那当然 我们是请您来的 看是有理 实则压介 就来见诸此了 诸此听说 段先生真来了 他哪知道 这些位翻墙进去 给逼出来的 诸此立刻出迎啊 哎呀 段功能来 我的事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仔细一看这段秀石 表情不对 嘴角往下微微撇着 您本以忠义名闻天下 怎么呢 当年你的弟弟朱涛 带兵叛反 你主动交兵权 向天子表示你的忠心 而现在 静元士兵 因为犒赏简薄而发生兵变 是皇上蒙臣 这帮冲进长安的人马 是因为兵想的问题 发生兵变的 皇帝逃哪去了 现在都找不着 犒赏是官员的事情 皇上怎么会知道 那么就是说有贪官污吏 苛扣的军饷 这跟皇帝毫无关联 而你诸此 偏偏明知这个道理 可以说服将士 你不去游说 你可以帅将士 把皇帝迎回京城 你不这么做 而是借此想自己称帝 窜逆之心 昭然若记 你还有什么脸面 跟我多说呀 他这个 把诸此说了 一个大白脸 大红脸 不知道怎么变色好呢 白色是气的 红脸是臊的 诸此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啊 不过又一想 段秀石跟自己 应该说同病相怜之人 互相应该有个同情 有份信任的 也许这位段先生脾气不好 早听说过 这脾气比较古怪 说的什么风凉话 由他说吧 诸此还是万分恭敬的 抢牙怒火 把这段秀石 请进自己安排好的宾馆中 派人给送吃的 送喝的送钱粮 安慰他你的家属 你放心 晚上我来拜会你 诸此还来拜会了 这番交谈 段秀石就不像白天 言语那么犀利了 他倒要看看诸此的想法 假意这么一迎合 段秀石发现 诸此果真要造反啊 自己再要跟他公开对抗 必然是死路一条 只能须与尾蛇 暗自去想办法 段秀石派自己的亲信往城外送信 联系跟自己同心同德的那些唐朝旧臣 甭管是城里城外的 只要想法统一的都要取得联系 唐德宗跑哪去了呀 刚才段秀石不是说过是皇帝蒙臣找不了了 实际这会儿唐德宗已经逃到了奉天 奉天是沈阳吗 不是那个奉天 奉天指的是今天陕西的前线 唐朝的奉天 就是今天陕西前线这一带 而跟着唐德宗逃到奉天的兵马 也不过就一千多人 诸此派着京元兵马 京元兵马的头领姓韩叫韩民 韩民受命带三千精兵打着赢架的喜好 去袭击奉天 真是请唐德宗吗 实际带着任务秘密而不可告人 要杀了唐德宗 这样诸此才好继位呀 段秀石知道这信 心想这韩民是没安好心的 事情紧急 他连忙找来了同谋叫齐灵月 俩人得商量商量 当初静元兵马的总头领 不是那姚令严吗 姚令严呢 早就投奔了诸此了 论威望还是诸此高 他甘当副手 现在这拨三千兵马的京元兵 归韩民带领 韩民最早就是姚令严的部下 所以段秀石连忙派人 把那齐灵月找来 他们俩是同谋合伙 伪造姚令严的军令 命令韩民立即回师 先救驾要紧呢 这三千人马吉兴军 真要把唐德宗给逮着 那可就后果不堪设想 很有可能是先斩后奏 大唐朝就没皇帝了 现在伪造了姚令严的军令 那张怎么办呢 没偷着姚令严那张 段秀石铤而走险 把自己的私农寺的印章拿过来 他在京付贤 不是做私农卿吗 抓一抓农业工作 这张拿过来挣着盖 怕人看出来 把这张倒过来 含含糊糊的就在这军令上 啪 扣了一戳啊 雇了几个走路比较快的人 你们冒充使者 追上韩民 递交军令 那大伙就行吗 段先生 那韩民要认出来呢 哎 放心吧 韩民这个人我很熟 他认的字一共 哎 五六十个吧 大伙这一听这乐呀 呃 就十五六十个字 对 基本上不认字 见了红色大印 他一定会信以为真 带兵回到长安 你们 把军令给他也就完了 遵命 这几个人扎着胆子冒充使者 就给了韩民 把这军令带来了 韩民果不其然 一看有红车 盖道盖道盖道吧 将军让咱们回 咱们就回 但人马他又回来了 诸子姚令言一看 哎 不是让你去 呃 迎候陛下 你怎么回来了 韩民把这军令递给姚令言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啊呸 姚令言这气 你没看看这张盖的是谁的张啊 这司农清的张啊 按着这么一查 就把齐灵月给抓住了 被诸子是严惊讨打 谁指使你齐灵月办这事的 齐灵月 一句都不说 为国杀奸臣 你成功了 我失败了 我甘愿一死 哪有那么多话呀 诸子当场就把齐灵月脑袋给砍下来 齐灵月一死 段秀石知道了 第一个好消息是韩民回师啊 皇帝无忧了 可第二个坏消息是自己的同谋合伙 齐灵月以身殉国了 段秀石想 自己这回一定暴露了 他把另外几个同谋者都找来 商量商量 咱们能不能在面见诸子的时候 把他杀了呀 反正咱们大不了一死 杀了诸子 算为国立功 为君效力啊 他会一说这倒是行 可问题 什么时候能见到诸子 他能让咱们见吗 正在大伙这商量的时候 偏赶着这一天 诸子叫来了几个人 通知几个重要的谋士 我有话跟他们谈 其中这些谋士中就有段秀石 段秀石一听机会来了 他特意穿了一身戎装 就为了行动方便 他跟诸子并肩而坐 等诸子讲到 你要当皇帝的时候 段秀石是勃然大怒啊 一把从别人手里夺过了 那象牙护板呢 一只手揪个朱瓷 啊砰 拨领子就薅住了 放声大骂你狂妄的叛贼啊 我恨不得把你 肃以十万断 我还能跟着你造反吗 举起护板 照着朱瓷的脑袋 就两下呀 那护板打在朱瓷的额脚上 是鲜血飞溅 因为这个事发生的很突然 一向文质彬彬的段秀石 突然就跟张飞献了身一样 这多慎妄 大伙不知所措 眼睁睁看两个人 打坐一团 段秀石的同谋 也有在场的 本来应该帮着他一块打 但这会儿突然有些胆怯了 没敢上前 反而抽身偷偷溜了 有反应过来的 上前抱着段秀石 这是朱瓷的人呐 拦着段秀石 朱瓷就得了手了 转身逃走 卫兵们这会儿反应过来 是冲进室内 段秀石知道脱不了身 他告诉朱瓷的手下 我姓段的死也不跟你们造反 你们怎么不杀了我呀 朱瓷缓过身 一手捂着伤口 这是个义士 用不着杀的 可卫兵们哪听朱瓷的话呀 什么义士啊 杀我们的主将 我们还能容你吗 乱刀齐下 段秀石血流满面 是弃绝身亡 段秀石的死 并没有阻止这位朱瓷将军 自称大秦皇帝 建立朝廷 一年后 朱瓷的叛乱终被镇压 而段秀石 有勇有识 有谋 有胆 他举护板击贼人的举动 被当作忠贞的典范 是名锤 轻使 启 难道 愿 开 schooling 通过 准备